哈喽 丁四位 平安 感谢神我们来到丰收华学基督教会 这是我们丰收华学基督教会的第一间教会 大家看到我今天有点特别啊 戴口罩一直不在 那我在来之前的一个星期 在这个有一个中风 那我现在这个又不是面瘫的 所以嘴是歪的 为了让你们看心要好一点啊 还有这个录像要发出去的 全世界都看到我嘴歪了 所以今天呢 这个我就戴口罩给大家分享啊 这是身的恩典 我现在走路呢是不稳的 我的身经受损 那我走路需要这个 扶着点东西才能走路 自从今年开始啊 这个属灵征战非常的激烈 尤其我们阿斯伯瑞的复兴开始 我们教会开始了二十四条岁的祷告会 我们连续第十一个周 二十四条岁的祷告会 那这个祷告会开始 撒旦的不断的攻击教会 攻击教会的领袖 车祸 追尾 师母啊 一个大跟头摔在前面 膝盖就 鼓裂 前两个礼拜 那我前两个礼拜突然嘴歪 然后急诊 感谢神 医生看血管没有问题 那是神经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嘴斜眼歪啊 这个 不过 我没有改变我的行程 那这一战结束 我要到佛罗里达全州的 佛罗里达全州的 这个退休会 夏令营 我是奖员 已经推了两三年了 不好意思再推 那去年 他们 于鸿杰牧师去讲道 也是之前 于鸿杰的师母 纵风 所以这个 这个特会 谁要当奖员 都有纵风的危险 你知道吗 那所以呢 我 但是我还是觉得 只要我能够讲 我就要完成 主给我的行程 不过 发音不太准确 这个大家 怜悯 这个 这个 也在祷告中 纪念 那我们今天 二十周年的幸福 本来是一月份 也是我生命 这个就没有来成 所以拖到今天 我就觉得 二零二三年 对于我们夫妻 对于教会来说 是很大的一个争战 也是疫情之后 教会要复兴开始 撒旦的一个搅扰和攻击 对领袖的身体 但是我们不惧怕 我们不丧胆 因为耶稣已经圣了 Amen Hallelujah 所以感谢主 上帝也怜悯我们 华夏风楼教会的母堂 我们请了五年的传导人 两个传导人 都是因为身份的问题 不能就任 这个 燕宁 牧师 燕牧师 燕鹏 Sorry 这脑袋不太好用 燕鹏 牧师 因为 这个 也是身份问题 签证 进不来 从台湾聘了 三年在网上来牧养我们 当然那时候还是 疫情期间还是可以的 那么 我们也请了一个孙牧师 孙展 牧师 也是因为身份问题 来不成 所以感谢神 在我们二十周年 庆祝的这一天 上帝给我们一个礼物 就是把他的仆人 庞宁传道 和他的师母 李敏姐妹 带到我们中间 那么庞宁是 在 台湾改革宗神学院 读完了他的硕士学位 然后又进入到 美国正道神学院 读他的道学 硕士学位 他还觉得不够 又进入我们的 华夏福音神学院 读他的 这个证书学位 没有学位 sorry 只有证书 那么 毕业了 三个都毕业了 在我们 丰盛华教会 洛杉矶分堂 做了一年的 实习传道 可以说 这是我看到 年轻传道人 最优秀的上帝 给我们留下来了 Amen Hallelujah 感谢神 我们请庞宁 抓他夫妻到台上来 来来来来 哎呀 我今天特别感动 这个 看大帅哥 这个一进到神院 我就把他 拨打下来了 哪个教会都不可以去 毕业一定来 我们这里来 所以两个人也都 因为在加州 他俩特别优秀 庞宁在国内的时候 是一个传媒公司的老总 那么 一会儿 给大家看 他一个晚上 就把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 我讲到的 引言中 这个图片都做好了 奉献给主以后 忠诚的传扬福音 在我们这里 有一个月的实习 大家认识他 举手有多少认识他 这么多 大家都认识他 我就不用多介绍了 是我感动的是 这一路 他们三天就开到 从洛杉矶开车过来 而且不是他开 是他开的 这个了不得 真的了不得 这个他毕业 两个生下毕业 很多的考试 作业论文 教会的服饰 就到走那一天 他还跟人谈到 还带了好几个人 信耶稣 那么所以路上 他丈夫太辛苦 这妻子就代驾 这个开车 一直开到维吉尼亚 感谢神 哈利路亚 我就一直给他们打电话 担心他们路上的平安 我们坐飞机来的 我们坐飞机也是 心险万分的 早上起来 没赶上飞机 没赶上飞机 转机还要在 达拉斯转机 我走路又是 不知道往哪走 一走就乱晃 然后呢 上去 第二趟飞机 满座 没有 没有机票 我们就来不了了 我们就 我说那 是不是神不让我去啊 拦住我 医生说不可以出去 你出去会出事 结果后来 神的恩典 神是最后一分钟的神 飞机都快登完了 终于有两个座位 就两个 多一个都没有 少一个没有啊 我还来 我还我们俩还说 如果有一个座位 带了谁去呢 我说我去呗 你看你看 我说那你看 主日我们要 很多服事嘛 对吧 感谢神的怜悯啊 那我们要达拉斯转机 只有50分钟的转机 达拉斯呢 过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 他从 Terminal B 到Terminal C 我们俩又没找到火车 走路过去 他的乞盖是受伤的 我的走路是晃的 我们一看还有20分钟 飞机起飞 来不及了 然后我们一直祷告 走走走走 感谢神 到那儿最后一个人 上飞机 感谢神 哈利路亚 赵底冷点 那方宁传道呢 这个我让他讲几句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他的就职仪式了 今天就就职了 就是我们的祝堂传道 我们请长老们也到前面来 哎 几位长老 四位长老 可竟没在 三位长老到台上来吧 来我们请一起为他祝福祷告 来我们请方宁 讲两句 感谢主 刚才牧师说 我们是一对打包的礼物 感谢主 好的 那我就简单的分享 本来想圣诞节服饰了之后 我想回去 曾经在心里面下定决心 如果这次神许可来的话 我好好地减肥 以一个不同的面貌来面对大家 但是经过 心是这样想的 但是实际操作中 就减了两棒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还得一边服侍 一边继续努力 感谢神的恩典 今天呢 我和太太来到这里 刚才下 sorry 下高速的时候呢 下高速的时候 因为之前经常走这个路 圣诞节的时候 感觉特别的感动 所以来到这里 我们心情还没有进教会 心里就特别的感恩 最后简短的说一个 特别简短的见证 我今年的这个学期要毕业 在二月份的时候 学校说 你们要填那个OPT的申请表 有一个礼拜有一个时间 要填你哪一天 然后来开始服侍 我那老师在说的时候 我心里就在默祷神 我说神哪 我填哪一天呢 然后那一刻呢 我就在看这个时间 看时间的时候 我说 五月二十一日 是一个主日 我说五二一 我说我心里边 我心里当时这样想 我说我爱这间教会 我说我爱你 我就填这一天吧 我填的是五月二十一 那是在二月份的时候 我心里在默祷神 感谢神的恩典 等我毕业了之后 牧师就告诉我 今天 然后要来到这里 要面对大家 我们成为一对打包的礼物 来奉献给大家 来服侍大家 归一切的荣耀 送赞给神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谢主 好我们来 长老们我们为他们祷告 来来 围过来 按手 我们按手 为他们祷告 谢谢 哈利路亚 来我们 来一起来开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天父 主啊 我们把庞宁传道 主啊 主啊 礼民师母 我们交给你 感谢你拣选他们 从众人里呼召他们 也感谢你装备他们 主啊 所装备的教导的 能够教导的 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感谢你把他们带到我们丰收华西地区教会 让我们可以一同在基督里边蒙恩 普世来建造你的教会 牧养你的群羊 寻找那些你所选招的人 也可以来在这末世的时候 在这异端横行的时候来保护你的教会 传扬存证的真理 哈利路亚 谢谢你 让他们务必传道 无论得失不得失 是吧 让他们能够忠实的记着主对他们的拣选的呼召 哈利路亚 让他们这个做群羊的榜样 是吧 在教会中为主敬踪 是吧 一生来荣耀主的名 哈利路亚 我们谢谢你 说你前选我们的时候你给我们应许 就是我们侍奉你的人 我们今日要得百倍的祝福 来日要得永远的生命 亲爱的主求你来祝福他们 在他们侍奉的时候 将恩典赐给他们 让他们与长老 及世 众同工弟兄姊妹 都有家人一样的美好的亲密的关系 让他们用主的耶稣基督的爱 来爱弟兄姊妹 来引导他们进入真理 能够活出真理 并且能够主啊 能够传扬真理 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 主啊 你的恩典会伴随他们 走福事的道路 让佛仁华基督教会 这个爱的大家庭 敞开胸怀来接纳他们夫妻的福事 和他们一同同工 来兴奉福音 建造教会 荣耀主耶稣基督 保贵的名 哈利路亚赞美你 主啊 谨记上帝给我们的意象 就是我们要传扬福音 我们要横切祷告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要人人释放 生命成长 让主的心得到满足 哈利路亚 听我们的祷告 让他们从今天开始 就和众同工 来兴奉 奉华基督教会 让教会 能够在这末日的时候 向明光照耀 来改变这个世界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保贵的名 阿们 哈利路亚 荣耀贵给耶稣 阿们 好 赞美主 来跟长老们都拥抱一下 感谢主 好 谢谢 好 感谢主 那我们今天还有个特别的 这个 算我们家人吧 不能算来宾 这个我的太太 谭建师母 那 上帝给她极大的恩典 大家都知道 那在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没有过来 师母租了个Apartment 在我们的Apartment里开始 第一次的小组聚会 然后呢 我们又在这个 这个Farface 我们租了一个小的教堂 在2022年 2003年 是03年吧 2003年的1月18号 开始我们第一次的主要崇拜 所以谭建今天也来了 这个我是20周年了 无论如何你要来 他在这个教会经历很多的恩典 他在教会得了脑瘤 不是教会得的 他得的 得了脑瘤 手术 这个瘤有苹果那么大 和他一同手术的很多的朋友 都是我们给施洗的 最后都回添加了 那一批人有四五个 现在唯一幸存的就是他 他不仅活下来 上帝给他恩典 他还读完了达拉斯审讯院的 这个这个辅导学的 心理辅导学的术士学位 现在要开始进入到 维珍 University的PhD学位 所以他读完这个 他就两个PhD了 所以我们家 我们俩家集三个博士 这个上帝给我们恩典太多太多 数说不尽 就像风筝华基督教会一样 我们把时间交给谈建 来上来来来来 这个纪念他在教会里 这么多年的不是 何也不好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 看到新老朋友聚集在这里 我们是去年是11月感恩节来的是吧 来过一次 来过一次真的是就是每次回来就是很感动啊 很感慨 尤其是看到我们那些老朋友就是以前的我们一起这个艰苦奋斗的这个 是吧 刚刚同路人这个旅程啊就会在眼前浮现 就是我就记得就是20年以前这个2003年1月份那个当初就是定好了这个前面的就是kick off就是教会的三天连着三天的布导会 那标会的主题大家有没有记得啊 但是我有一个梦嘛 反正又跟马丁路德好像 因为就是我一个梦啊就是i have a dream 好像就是其实就是神的意象吧 然后记得哎呦结果就下大学啊 然后我们租的那个教会就fairfax church吧就在那个main street上面 那个上去拨很陡的 哎呦就就我记得但刚刚我们在路上说起老赵嘛 就是哎大早就去铲雪啊不然那个挺陡的就开车上去很滑就啊就是我觉得那次我们就煮 我觉得那天我从家里找到所有的帽子能找到的都都都带来了 太冷了那个天气大家就戴帽子因为还得指挥那个时候 有晚上的布导会啊这个拿着那个引火棒 就指挥结果本来是想没 是不是有几个人会来吗就觉得 又下大学又那么冷 是吧然后结果就记得第一场就来了多少三百人都都满了 我觉得在那天在的有举手吗 哎呦 my goodness哈 这么是吧都记得哈我就记得就很感动 然后我记得三天布导会最后一天 那个结束的时候 我记得这个小葵 你你儿子还放在篮子里的是吧 那个少兰的那个女儿也是在那个 我记得好像谁带来了一瓶葡萄酒 当中我们也准备了那个纪念碑 我觉得也是少兰我们几个人有一期设计的那个碑我不知道是谁 我们家放在我们家放在我们的那个玻璃橱柜里面啊 成果啊那种流下的那个眼泪就是那种感觉啊 所以今天就看到那么小孩刚刚刚放在篮子里的小孩 又高又高又高又大的大帅大帅哥都都在那边哈 就是长那么大了 就就然后想那就意味着我们也老了哈 呃所以非常感动 我就想呃 呃前面呃 那个新元做主席也说了我们就经经历了很多高山第五啊 就是我我就想呃 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经历这么多有有什么样的成长 我觉得呃我刚刚就是呃就 就是一个经文啊 我觉得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呃就讲到的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就是后在后面就是耶稣要叫我们藏在他里面 他也就藏在我们里面啊 呃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结果子 我们如果不藏在呃耶稣里面就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个呃成长的我的体会就是要时刻 呃要要连在耶稣的这个呃葡萄树上面 就是哪天呃不连着了 啊我们就生命就枯干啊 啊耶稣也说了就就要得砍下来就扔在火里烧了嘛 就是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信了主就知道神是复活的主 我们又可以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复活 重新连上去再啊再结果啊 所以我觉得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是有这样信心 有的时候在低谷里面要有信心我一定能够爬起来的 我一定能够重新振作重新开始 所以我做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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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观念加给人家 但是如果对方正好是基督徒 我们就说他们有个upper hand 就好像多一个 被医治 被成长的这样工具 它在 就是我们也辅导很多 如果成瘾的是吧 addiction 各种各样的 就是 酗酒的 这个成瘾的是比较难辅导的 酗酒的 还有就是 现在我在辅导一个性方面的 成长 他不信主 但是那天怎么样就说起来了 他因为去了个印度庙 就怎么样 我后来怎么就说起来 就是我说我有信仰 他就 他就就是有点 说你有信仰啊 就是很 有的人就是他 他也没有surprise的 就没有特别吃惊 就是他就是 那时有一个 我就感觉他心里有一个 这样一个震动 他就觉得 你有信仰 你好像就 他这种就是很难治愈的 而不是很难 他就看了无数个辅导师 最后怎么找到我 他后来觉得 还是要找一个中国人 因为他可以上网搜索 那我的信息 他要什么上面的人 我的信息会跳出来 然后他就找到了我 我看他现在 我觉得 我就跟他说 你是有希望的 don't give up 因为他太太已经对他 放弃了 就是这样子 他当然这个就是保密的 太太也不知道的 我也不会跟他太太说 就是最终要把他两个人合在一起 但是这个是个过程 但是我就觉得 希望他这个在这个过程慢慢 我觉得他如果是没有信仰 就是要从那个营里面要出来 是会有很大的这个挑战的 非常挑战 因为他这个 就是价值观的 很多价值观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信主以后 就就原来从原来家族 就是整个就翻转嘛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就是这个信主 真的是有个up hand的 就是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优势 应该说 我说就能够在低谷里面成长 像我跟张牧师在机场的时候 就这样 他们说 we have a full flight 整天一直在这样 那我一会就说 因为我们standby嘛 那有没有空的 说请坐坐好 安静的坐着呢 他觉得我挺烦的 后来他说 我现在full flight 那我们两个就坐下来祷告 就在机场那个地方祷告 后来 他说你等着我叫你名字吧 后来真的听到叫我的名字了 ten passenger 10 哇 就是这种呢 就是真是一个 就是一个奇迹 就是一个miracle 所以我觉得就在这种 最最危机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就是有这样的 up hand的 就是有这样一个优势 所以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在座的 不论是 信主多少年的 就是我们 因为在这里 我觉得都在一起 这些年 然后20年 经过真的很多的风雨的催打 很多的考验 但是我们都一起走了过来 就是我就希望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念 知道我们信主 我们就有一个up hand 我们有优势 都是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 神的这个应许是信使的 因为他就是保守我们 他就希望我们能够能够能够保持在他的里面 葡萄树里面能够成长 能够开花结果 好 谢谢大家 不用提 好 感谢主 谢谢谭建 谢谢你 二十多年 一路伴随 伴陪 不容易 走这个信仰之路 今天牧师正道的题目是恩典之路 与主同行 丰盛华教会走过二十年 让我想到全是恩典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在 比特前书的五章十节 十节 这段经文这样说的 赐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召你们 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 感谢人 丰盛华教会走过的二十年的道路 上帝给我们无限的恩典 在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 他成全我们 那在这个 在我的牧养的理念中 我特别喜欢的成全圣徒 这个这段话 保罗讲成全圣徒 个性其实才能建立基督的身体 一个教会从他小到大成长 就是有一群圣徒 被成全成长起来 当遇到患难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主会兼顾我们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会赐力量给我们 那在我的引言中 我带大家看一段的短片 这是庞宁昨天没有休息 晚上做的二十周年的短片 我们有一些的不全 这些图片很多都是我手机里的 不是枪 这是我们的这个 气球会爆炸 不要去担心 我说看这门 别一包炸全跑了 不是枪声 感谢神 来我们请投影来走这段 神典的路 大家一起来看 可能会找到你了 这是第一次的聚会 不如崇拜 高山湖的鼓 都是你才发 这是在我们家里 还是family的聚会 还有我愿望 赵海和雪梅 那都很瘦 这是我的第一次的讲道 在Farfrance 你们记得吧 那时候 随不邪眼不歪的 余力公共制作编 给我们的征道 太前 是他们的孩子 小朋友 你看他们的儿童 那些左边的很多 介乎了 做妈妈了 那左边这个是在 少兰迪亚 那个第一次的聚会 军党在少兰迪亚 这是我们建堂的时候 建堂典礼的照片 整个师班 谢谢水春 他一直在带领这个师班 温龙牧师在16年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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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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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 哈利路亚赞美主 好感谢主 那故事有点分享吧 我觉得 一个特别的日子 我服侍主28年 在这个教会有20年 这个 他占用我服侍主最长的时间 当我们要建立教会的时候 我记得还是在君达和少兰家那次的预备会议 我们开那个预备会议 当然我就想到上帝给我们的意向 要建立一个 能够牧养从国内来的 这些新移民的教会 那我们在一个移民的国家里面 建立教会很多的艰难 尤其在东吴 我在加州那华人很多 加州你只要一打开教会 很多人就进来了 走路的人都会进来 现在你知道我们洛杉矶会叮胖的广场 你们大家听着 现在所有的走线的人 每一天几百人在那领盘子领食物 教会永远不确认在洛杉矶 可是在我们东部完全不一样 东部是一个高知识分子工作的地方 在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 那么我们知道建造教会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心意 那我们如何来建造这个教会 首先我们知道 这是神给我们新出的意象 圣经说没有意象 民就放肆 什么意思呢 是如果没有上帝的引导 人们就会随随便便的生活 遇到难住会放弃的 有意象遇到难住是不会放弃的 所以当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想上帝让这个教会叫什么呢 叫什么样的名字呢 我们几个通工 那时候我还记得有新通 有这个苍军 有军达 少兰 苍军 小葵 最早的一批通工领袖 雪梅 赵海 老修 靖珠 我们再去讨论 最后上帝把这段经文 放在我们大多数的通工的心里面 就是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 还有四个月吗 我告诉你们 举目向天观看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这个就方文化教的名字的来源 为主收割 那是我们脑海中想到一个大麦田 那个快镰刀在为主收割庄稼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不及时的收割 这庄稼已经熟了 并且熟了 而且他有括号 发白了 大家还记得吗 发白了 什么叫发白了 如果你从事过农业工作 你说过农民你知道 当那个庄稼要发白 你再不收割 他就落在地上了 你就收割不回来了 所以发白就是 再不收割就完了 我们看到今天的时代 尤其我们中国 14亿中国人 14亿 相信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说14亿了 很多的移民来到美国 达到美国的第一站非常重要 如果你教会不去关心他 不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爱里边 真理里边 那世界就关心他 我们在跟世界 跟撒旦在抢灵魂 在抢灵魂 在我们 多山基 每一天都有好多次的 免费的bus 开往拉斯维加斯 人们都没引诱 如果你来到教会 信了耶稣 人们就不去拉斯维加斯了 如果你没有信耶稣 那每天就去拉斯维加斯 很快 财产都堵没了 人的尊严也堵没了 来到美国的移民之路 就堵断了 所以建立这样一个教会 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 是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看的 庄家不仅熟了 发白了 神也给我们责任 让我们收割 因为耶稣说 做工的人得工价 继续巫骨道永生 叫撒种的 收割的一同欢乐 你们 丁四位你有没有欢乐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 得人灵魂是你最欢乐的时候 我们这个世界 很多世界会给我们带来快乐 比如说我们有美满的家庭 儿女的成长 我们事业的成功 都会给我们带来快乐 这些快乐我都得过 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喜乐 超过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喜乐 我常常的这样的喜乐 因为每一天我都会为每个灵魂来祷告来担忧 我叫那一个人 我就会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不管他怎么看我们 我记得我在国内有些老朋友来到美国 知道我做了牧师 他们很不屑 说怎么混进教门了 这是他们的话 他们不了解什么叫做神的拣选 神的恩典 无论他们今天多么了不起 多么伟大 多么富有 对他们来说 我在基督里面所讨主的喜悦胜过一切 对我来说 世界的评价已经我不太在意 我在在意未来主耶稣基督 他见到我的时候给我的奖赏 那个对我来说 是我一生的追求 所以感谢主 我们看到局目 现在观看装点时候的 我们下走 我看到有几个我特别记得的 少兰和军达家的会议 我们在军达弟兄 他们打开了家 我认识少兰和军达的时候早一点 来到这边建立教会就找到他们夫妻 我记得我在Farworth有个误导会 好像是在春田那个城市叫什么 Zerifio是吧 去少兰指挥交通 你知道吧 带我的通工开车到那 我说听听听听 我有个好朋友 但是指挥交通呢 我都误导得信主了 知道知道 知道他信主了 我不知道他来指挥交通 因为我们一起参加过一次村里营 对吧 但是这个有爱中华 举办的吹林 听我讲见证 我认识了少兰军达 那时候他俩谈恋爱 军达是寸步步离的守着少兰 这个只要一个男生说话 他就很紧张 知道吗 我跟少兰讲话 我看他跟着听紧张 我就没法说了 我记得打乒乓球 那时候我跟少兰打乒乓球 他听到叫他打得不错 但被我打得好了 那打乒乓球挺服我的 这样一个关系 你知道吗 我说你怎么在指挥交通 所以我们后来就 又重新建立了联络 当我们在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 Jody Wilson有一个学生团契 这个大学非常的兴旺 好多人谢谢耶稣 这个团契为主做了 很美的见证和工作 好多人 那些年轻人在这里边 我们这里人在座的今天 就好多人在那教人秘密宣 静庭是吧 这个苍军就不用说了 苍军也在那里边 小华 王伟还没来呢 那时候好像 李冰五朵金花 我记得对吧 都在那个教人秘密宣团契 整个教人秘密宣团契 就要一到我们教会来 但是神给我们的意向 我非常清楚 我们不是仅仅的做学生工作 我们要做traveling的工作 我们建立一个 这个教会是一个平衡的教会 不是学生的教会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新的小组 这个雪梅和赵海家一个小组 老修跟静庄家一个小组 上兰和俊大家一个小组 还有我们青年小组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人秘密宣的小组 我们有四个多 那时候我们每个团体 多了都到五六十人 七八十人的聚会 那时候人非常的多 每个礼拜呼召都有人决志 好多人在那里 受洗 将近的王伟是在那里受洗的 在我们教会受洗的 燕玲 我们今天的职 也是在受洗的 我还记得对吧 好多在那受洗 感谢主 所以我们教会一直在兴旺福音 然后在 谭建筑的那个出租屋里边 在Farpress 那个叫什么 Litter River Turnpike 那条街上 我们那租了一个出租屋 开始了第一个小组的聚会 然后我们就租了Farpress Church 那个小教堂 刚才谭建讲了 那天下大雪 我不知道那有多少人来 我早早去撒盐 把那个扫出来 你说他那种期待很特别 就是像恋爱的期待 我感觉 我就在那等 究竟谁会来 哪些人会来 今天下这么大的雪 除了我们这一位同工会来 当然永远会来 那一天 上帝给我看到他的恩典 教堂坐得满满的 满满的 那天 我感觉神给我信心 我就跟同工们讲 我今年要突破一百人 吹牛啊 我发现了好多教会 都说当年突破一百人 没几年就黄了 我说我们讲来也有神愿 我们讲来要开拓很多的分堂 我们到世界各地去 到为主工作 今天二十年过去了 亲爱的 刚才你看那些照片 神都成就了 都是他的恩典 我是个病人啊 大家知道我得过重病 我的派特也是个病人 也得过重病 从体力 灵力各方面 我们都觉得不配 但是风中滑雪走到今天 都是恩典 都是李兄姊妹的 同心合一的努力 感谢神 还有余力公牧师 我们的老牧师 参加过山东大复兴的牧师 他已经在添加了 他是我们第一任的顾问牧师 所以弟兄姊妹也纪念这位老牧师 他给我很多的关怀 帮助 帮助 辅导 建议 这个 有一个 鼠林的前辈的帮忙 对我们帮助很大 除他意外 还有 正道神山的 刘富里 牧师 我们的院长 老院长 你知道我们建堂的时候 刘院长 听说我们的建堂 给我借了一千块钱的支票 支持你们建堂 我给他打电话表示感谢 我说院长 你有上千个学生 每个学生都会支持一千块吗 他说我会不会 我们有那么多钱 但是我对你们丰柔华夏基督教会 有感动 有感动 我知道这是一间 神要设立的教会 你知道在我们正道的微信群里面 每次我们丰柔教有一点点的进步 院长都会 你们看到没有啊 你们看到福尔华教在做什么 你们看不到福尔华教一次受洗 六十多个人 你们看到没有啊 你们看不看到福尔华教在祷告 他们连于24小时祷告 已经好多星期在祷告 你们看到没有啊 就提醒我们神院的同学们 来关注我们的教会 这首帘的长辈 给我们这么多的鼓励 苏文龙牧师 那么远飞过来 参加我们的十周年的庆典 很多的牧师给我们鼓励 当然还有新加坡的康兴牧师 在我们教会成立在二三十个人的时候来聚会 来讲道 我跟他说 我说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讲到过 这么小的教会 他想了想 我们二十多年前成立 就是这么多人 不要怕 主会成就 现在他的教会五万人 对不对 因为亚洲最大的教会之一 叫City Harvest 这位年轻的牧师 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 他讲英文的给我们鼓励 非常的特别 多少的鼓励长辈给我们的帮助 我们感谢主 还有我们重通工的尾声和参与 今天我想到重通工的尾声 我心里就非常的温暖 一直到如今 不管瘟疫怎么样 2018年以后 教会遇到了很大的风浪 除了天灾 还有人的软弱 主要是我们领袖的软弱 这个对上帝的和对教会的亏欠 带来我们的教会的影响 但是感谢神 多少的同工 因着这个异象 不离不弃的 同心同行 现在我看到在座的 苍军 小葵 我们的长老 我那时候做长日会主席 他俩苍军是副主席 永远的副主席 他说副主席就像副总统 可简单了 就找人起来问总统 昨天睡得怎么样就可以了 后来当我去了西部开拖的时候 终于他做了主席 做了好几年 在他做主席的时候 非常的艰辛 叫我要建堂筹款 完成 还有地要卖 感谢神 感谢神 他们夫妻忠心的服侍 开放家庭 从有教会的第一天 到现在还在这里 哈利路亚 讲声给他们 感谢主 君达赵兰 忠心的侍奉 算教会的最早的 第一任的founder 两个忠心的 君达是我们教会的 第一任的长老 第一个长老 第一任的 第一个长老 因为他的拼音是C 所以他排的第一 所以感谢神 少兰也是 这个无论教会道路 有高有低 他们两个一直赤手到今天 雪梅还有赵海和雪梅 赵海忠心的带领我们的祷告会 雪梅尤其在疫情的这几年 都是他的安慰讲台 电话跟我沟通 打电话 安慰讲台 很不容易 因为没有厂任的牧师在这里 安慰讲台特别难 今天这个讲院有时间 明天那个没有时间 都是他在忠心的安排 他有坐韬传道 在我们神学院 在我们教会第一次来聚会的 因为他妻子是韩国人 朝鲜人 韩国人 所以他完全了神学院的教育 在我们教会案例 成为传道人 来牧养我们教育 现在他去欧洲了 夫妻两个 结婚几十周年 忘了 二十周年差不多 三十周年 不知道 反正 五十周年 不会吧 二十五周年 所以去旅游去了 感谢主 我相信他可能在网上 看我们今天的讲道 那这个 后来我们教会 又来了几个 非常爱主的 有信心的领袖 像新元丽宁 他们是 05年来的是吧 我们是04年 05年 05年来的 他们从北卡过来 就到我们家 一直到今天 那新元长老在 教会在疫情期间 最难的时候 接任的展示会主席 苍军做了四年了 五年 一直宴 说你做吧 那新元非常的认真的来 牧养主的教会 完成了我们这个 教堂的配奥 就在他做展示会主席期间 我们的教堂配奥了 感谢主 哈利勒 不再欠款了 这是信心的 感谢主 这个给新元掌声 还有神也把可敬和若梅 带在我们中间 非常地爱主的 愿意宣教的长老 带在我们中间 这个 感谢神 还有 在我们教会成长起的 燕陵 徐倩 吕荣可敬 克明 宜安 昆鹏白陵 沈鹏 王炳 水春 浩云 张锦 静廷 李平建航 苍元 北雄 这个 我都能够 这些同工跟我这么多年的服侍 当我闭上眼睛 我都会想到他们的个性 殷荣笑貌 非常的感恩 不管疫情多么严重 同工们一直在 坚守主给他们的一个工作 非常能了解他们的难住 因为主任务是在那么远的地方 疫情之间过不来 还有很多的小组长 我们的刘弟兄 好多的小组长 还有张璐 他们很多的服侍 在主的里面 好主的喜悦 感谢神 那 所以感谢神 我们现在终于 上帝把他忠心的仆人 庞宁传到夫妻大祷中间 哈利路亚 教会有一个20周年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我们这20多年教会有上千人受洗 在我们这个教会 我们开拓了许多的分堂 往下走 我们看 我们开拓了 最早我们去宣教 我们开拓了这个新加坡的第一间教会 然后新加坡开了第二间第三间 然后纽约 我们又开了三间的教会 现在还在聚会 费城我们开了一间的教会 路亚基我们开了两间的教会 旧地上我们开了一间的教会 悉尼我们开了一间的教会 所以我们出去宣教 不仅 不道 传福音 我们也开拓主的教会 主的教会 感谢神 所以当我们 不道 这个 我非常感谢 母堂 胸怀 把自己的主人牧师带出去 宣教 你知道我一个月要出去一次 一个月最少世界各地费 那教会就落到 弟兄准备 他们辛劳 真的是讲台 要讲 操练 仓军 可敬 他们都讲过道 新元也讲过道 还有这个热风 在我们中间 热风弟兄也在神院深造 经常在 我出去 步道的时候 来传讲神的话语 带领主的讲台 所以主都会纪念他们 纪念他们 每一位 感谢主 哈利路上 谢谢主 所以我们 这个步道 我这20年步道 带了多少人信主 我也不知道 大概统计 差不多有3000人以上吧 在现场有3000人以上 不算网上的 这都是 每一个人信主 都跟我们弟兄准备的 代道 居持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要向你们 非常感谢 谢谢你们 跟我同工 每一个人信主 都是我们佛中华教会 上帝给我们的荣耀 Amen 哈利路啊 谢谢主 所以我们也建立了神院 那个时候我就说 我们要有自己的小学 自己的幼儿园 自己的神院 他说 这就写在法律而已嘛 至于能不能做 谁知道 20年神都成就了 我们马上在加州 有自己的学校 小学 中学 我们是home school 因为加州的 这个 这个 政治正确 极左势力 真的无法容忍 做变性手术 鼓励你 甚至 不许父母管 就给你带走了 父母打官司都要不回来 就做了变性 然后你孩子就自杀了 我们现在 加州的教育 从今天1月1号开始 父母已经没有权利 决定 你的孩子是男是女 只有政府有权利 现在政府在跟教会 在抢孩子 所以我们决定 要用我们自己的学校 我们用home school的材料 用神的话语来教导 我们的孩子 我不把孩子放在试探之中 这个 我们有了自己的神愿 我们的神愿从2000年开始 2020年开始 就是我们的疫情期间 无法聚会 我在网上做节目 大家说 张智能不能成立一个神愿 教导我们 就想到圣灵保罗所说的 我们要教导那些善于 教导别人的人 能够建立更多的家庭教会 我发现在初代教会 最有抗压能力的 不管是威仪也好 是政治的压力激活也好 最有抗力能力的是什么教会 是家庭教会 是家庭教会 他们最有抗压的能力 所以我们就开始训练学学生 我们第一届 有150多个学生入学 有136个毕业 全世界各地 分部在五大洲 这个30多个国家的学生 第二届我们有150多个学生 那估计这次两年 这次可能有80多个人会毕业 差不多 那我们已经开始招 第三届的学生 我们在学生开拓教会 最多的毕业两年 就开拓了三届教会 一年这个在杜拜的蓝同学 他们夫妻两个 在家里开始个教会 一年就受洗了59个人 在杜拜 然后又开拓一个又一个的分堂 昨天我 前天我发音 因为我还忙 赶飞机没有回 告诉我 又开拓一个分堂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 在一个神的国度的里边 上帝给我们无限的恩典 感谢主 所以我们恩典中的就是 扩大账目 以色列书五十四章 而且说要扩张你账目之地 张大你居所的慢子 不要限制他 要放长你的绳子 兼顾你的绝子 所以教会 如果不去宣教的教会 这个教会 就失去了他的生命力 一定要宣教 在上帝里边 才能够讨神的喜悦 我们看第三点 恩典之路 与主同行 与主同行 我们刚才唱的歌 我们叫与主同行 这是我很喜欢的歌 我就想到 创世纪第五章 我们想到 这个与主同行的 这个以诺 他与主同行三百年 三百年 三百六十五年 那么与主同行 那就是三百六十五年 也是我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 就是天天与主同行 后来他就没有再回来 主就把他带走了 好像圣经中 没有再回来的 被主接走 只有两个人 以利亚 对不对 还有以诺 那么以诺 生了马土萨拉之后 他就开始与主同行 在六十五岁之前 他生养儿女 那么生养了 活得最长的人 马土萨拉 以诺与主同行 三百多年 就走到主那里去 我看到一个小故事说的 特别有意思 说以诺与主走啊 走啊 走到主那里 回去看路程太遥远了 回不去了 他说主啊 你的家何等美好 我不再回去了 他就走了 弟兄姊妹 一个人信主 在一个教会二十年 你还能走回去吗 回不去了 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 我们会越走 越蒙主的喜悦 所以虽然彼得在彼得前书 他勉励我们 他勉励我什么呢 他说那个赐诸万恩典的神 在基督里招我们 保罗也在一部走出第一章第四节说 耶稣基督招我们 在创世之初 在基督里面 招选我们 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虽然记住弟兄姊妹 我们是在基督里被拣选 在基督里蒙招 在基督里侍奉 在基督里成长 我们感觉主随匹特非常的记得上帝对他的弦选 雕琢恩典 可以成全他 他成为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徒 他常常的软弱 疑惑 发脾气 甚至怀疑 甚至最后都连信都不信 西教之前他三次不承认主得名 但是主怜悯他 他讲了这段非常宝贵的话 是诸本恩典的神 波罗华教会走过这一路 都是恩典 每一天都是恩典 每一个分堂都是恩典 每一个灵魂都是恩典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恩典 不是出于我们的能力 因为我们毫无能力 其实我福利主二十多年 我越乎是 越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 越乎是越感觉到自己不配 越乎是越觉得自己软弱 最近这两年 疫情以后我得了新冠 然后又手术 觉得身体特别软弱 有一天上网看说 有一种人会健康也好 会陡然下降 好像在这个瘟疫之前 我都觉得我是个年轻人 我可以跑 我可以打篮球 我可以打高速球 我什么都可以做 这个院子可以上数 减数 拒数 我什么都可以做 突然间从疫情以后 陡然 我一下觉得 哎呀 好像进入老年了 从中年步入老年 是没有感觉的 真的没有感觉的 突然 不得不承认自己老了 我记得有一年来 小雪也看到我 我说你怎么看你爸 他说too old 我说有那么 old 我觉得我还很年轻 他说那是你自己觉得的 我觉得你很老了 你看年轻的一代 都觉得我们很老了 可是我们不承认 但今天我承认 我老了 所以像彼得说 我们做长老的 不仅是我们的 鼠林生命在成长 我们年龄也是老迈 开始了解 怎么对年轻人来说话 我们做长老的 要忠实的牧养主的群羊 那么赐恩典的神 祂在基督里找我们 祂受我雕像永远的荣耀 这个荣耀就是 主的最美的救恩 这个救恩是存到永远的 我们得到这个救恩 是不能朽坏 不能貂蚕的 不为任何人夺去的 是基督 是祂恩典给我们的 所以当我们得了以后 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 不管教会成长 遇到挫折的时候 瘟疫的时候 或者身体软弱 疾病的时候 或者世人看我们 不再荣美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 特别懂得 亲近主 何等的宝贵 与主的关系 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 彼得算是 他用了三点 是主必亲自的成全你们 主必亲自的成全你们 他成全我们 用他的信心来成全 用他的信心来成全 用他的爱心来成全 他爱我们 成全我们 成全就是将一种工作 做得完美 保罗的一部所述说 我们原来是他的工作 是在基督里面被造成的 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 叫我们所意味行的 是在基督里面 行善 所以保罗说 彼得说 他可以成全我们 成全我们的教会 成全我们的事工 在弟兄姊妹 当我遇到难处的时候 不要怕 我的一生遇到难处 可能从我年龄来说 比你们多 境遇来说 也比你们多 每当我遇到难处的时候 就是我亲近主的时候 信心得以提升 从主那里得取力量的时候 所以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惧怕的 我虽然得过大病 教会也遇到过艰难 建堂 有弟兄姊妹离开 然后教会有的时候分裂 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但是每一天晚上 我都安稳的睡在主的怀中 这个谈见可以作证 这位躺下就睡着 这个就是 他一看我睡着 他就想 没什么太大事 他还能睡着 这个所以 我们在神院训练的时候 刘院长讲句话说 站起来能讲道 还有跪下能祷告 躺下能睡觉 这也很重要 躺下睡不着 就说明你忧虑 胜过了神的恩典 你要靠上的恩典 站立得稳 主不但拯救我们 主也会成全我们 所以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 也盼望能够成全圣徒 让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成长 我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都能够成长 超越你们的牧者 有一天在主的里面 为主做更大的事 讨主的喜悦 第二就是坚固 坚固的意思就是 我们遇到风浪不动摇 我记得我们教会 刚成立的时候 特别喜欢唱那首歌 永不摇动 对不对 虽然外边环境不好 但是我们不摇动 我们靠着耶稣基恩典 站立得稳 站立得稳 所以呢 作为一个基督徒 在建造教会的过程中 我们要求主 在通过火的试炼来 试验我们的时候 能够让我们经过不同摇 因为经过试验 我们就会像金子一样的宝贵 讨主的喜悦 所以主会赐给我们力量 第三点 就是他的力量会随时的给你 这是我服侍主 28年的体会 什么时候软弱 主就什么时候刚强 时候自己刚强了 我就开始骄傲 就觉得不需要煮了 我现在每一天都需要煮 我走路都需要煮 走路都需要煮 坐飞机都需要煮 所以我那天我开车 我去加油 我在加油站加油 在Costco 我从车上下来 我就去加油 然后弹剑去买东西去了 我一个人在那 后边加油 那人就走到前面 他说你喝醉了 我说我没有 我有病 他说你不能开车 你不可以开车 这个美国人很认真的 因为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无法判断我的走向 就是在前年 后来我说sorry 我病了 不过我太太在旁边 她很快就过来了 我把车开后就可以了 否则她会抱久的 你知道吗 但是感谢神 我还可以讲道 今天是我第一堂 然后我要到佛罗里达 连续三天的讲道 我还要到纽约 两场的布道会 广告都做出去了 我觉得我不能不去 他们的牧师说 牧师哪管你来 跟我们见一面 我们就 有很多人报名 都说张牧师来 我们就报名了 那就换奖员了 我们白来了不是吧 总要见一面吧 我说祷告吧 让神给我恩典 我可以继续的传讲上帝的话语 对我来说 为主去征战 打美好的仗 比修养重要 因为这是个神经问题 你急也没有用 对不对 神经受损 没有关系 我这一生中受损的地方很多 上帝都会修复 好像我的血管手术 我的像师母的脑瘤手术 血管好多地方 重新缝合 我记得他手术或医生 缝合会接受吗 他说比原来还接受 可能吗 随会信 对吧 随会信的 上帝造的是最好的 但是上帝都修复 感谢神 让我们这些 看着软弱的身体 可以刚强的为主做见证 哈利利亚 因为他赐了力量给我们 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 弟兄怎么要记住 教会也是 当教育发展遇到瓶颈 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是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看到主的工作 奇妙 可畏 他所做的 胜过我们所想的 Amen 哈利利亚 好 我们看我们今天结束 我用了这段经文 大家最熟的 这段经文 所以保罗告诉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 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过去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 在基督耶稣里面 从上边 召我们的奖赏 所以 一个教会 二十年 那不容易 人生我们 如果算我们 能活到九十岁 二十年 占用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可以在一个教会里面 伪身 侍奉 奉献 成长 二十年 这个不多的 任何一个基督徒 都是不多的 在一个教会里边 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的青少年 七星孩子 上去 我都知道谁的孩子 他们都是 很多的教会生的 知道这教会生的 突然间 一点不见 长这么高 上大学了 教一大批 上好大学的 哈佛的 这个MIT的 这个史丹佛的 普林斯顿的 还有很多的 康奈尔的 很多大学 伪金亚大学的 伪金亚泰克的 好多的名校 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这也是神 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也是我们敬忠神 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 哈利路亚 所以做一个敬虔的父母 教育敬虔的孩子 所以敬虔的传达人 带领敬虔的教会 我常常觉得教会 软弱都是传达人的责任 是我们做的不够 我们亏欠了主 也亏欠了弟兄姊妹 但是我们愿意 悔改 在基督里面成长 要每个人一样 都不断的 在基督里面成长 保罗说 忘记过去 就不仅忘记过去的 苦毒伤害 不仅忘记这 也要忘记过去的成功 如果我们老是在功劳步上 那我们也无法前进 忘记过去的失败 忘记过去的成功 因为这些都是保护 一个短跑的运动员 他不可以带任何的保护 任何的一个保护 都会成为他前进的障碍 所以我们要忘记过去 忘记过去 不仅忘记过去 所以我们要努力面前的 因为面前是神给我们的意向 收割庄家得人灵魂 面前的是上帝给我们的看见 我们看见 各地的庄家是熟的 有人看不见 我们手里的眼睛打开 就看见了 所以我们要向前 直跑 直跑 所以不管我们遇到 何种的艰难 我们都不要惧怕 保罗告诉我们说 消极的方面是忘记背后 积极的方面是努力面前 无论前面还有多少的艰难 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的败坏 我们还要继续建造主的教会 尤其这个时代 特别需要教会 我看到这个世界 没有真理 没有对错 现在这个世界一片混乱 战争 瘟疫 还有很多很多的忽略常识的事情 把常识破坏掉 要建立一个他们眼中的常识 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话语中 来建造我们全的生命 教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不能够隐藏你的光的作用 我们要是光 就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屋子的人 不仅自己发光 不是我们的教堂里面发光 外面墙把我们的光挡住 我们要走出这个教堂 为主发光 在黑暗的时代 敢于坚持真理 坚持圣经的原则 敢于对那些罪惑说no 敢于对罪惑说no 这不仅是保护我们的孩子 也是主呼召我们的使命 这就是善 行善 做主让我们所行的 感谢神 哈利路亚 这弟兄姊妹 下一个二十点 我不知道 我的师父还有多少人在这里 让我盼望我们都在这里 还有未来的二十年 末后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 我相信风中华教会 在未来的二十年 会有更不一样的二十年 更辉煌的二十年 我盼望那天 我再来正道 哈利路亚 让上帝赐福给我们 赐福给我们的教会 每个弟兄姊妹